我们导入一个实量文件 导入实量文件之后 这里填充 填充之后 这里选择270度 这里选择构选上对象征的一算 这里是这种填充 单向填充 确定 这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填充文件 我们再结算群组 结算群组之后 因为我们要把外框删掉 所以删除外框 就剩下了填充的一个文件 填充文件我们打散一下 就是分离群组 看一下 分离群组之后 我们看最上面的一个文件 对应的最左边 那么第二个就是一条一条的线 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 旋转 激光里面的旋转文本打标 旋转文本打标 在参数里面 你根据你的 你的细分 把这个每周卖成竖条好 还有一个 确定 还有一个把空间直径 你空间直径是多少 填多少 这时候就标课就可以了 它就像旋转文本一样 一条线一条线的去党 就不会出现有 分离群的问题 就不会出现有分离群的问题 谢谢大家